4月28日,曾在中国航天史上立下赫赫功勋,创造过不朽业绩的功勋测量船《远望2号》,在圆满完成41年海上测控和卫星长期管理任务后,正式光荣退休。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与当地政府共同为这位老功勋举行了交接仪式。 当天的捐赠交接仪式现场伴随着41秒的汽笛长鸣,曾在《远望2号船》工作过的全体船员与自己的老伙计一一惜别。 上世纪60年代,中国决定发展远程运载火箭和地球同步卫星,它们的飞行全程达数千万公里,仅靠中国本土测控网以不能满足飞行试验要求,必须建立以船为平台的海上移动测控网。 1977年8月、10月,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代综合性航天远洋测量船,远望1号、远望2号,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相继建成下水,并于1979年12月交付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使用。 远望1号、远望2号先后攻克了船窑稳定、电磁兼容、海上标轿、滋章连控、船资数据处理与航天器轨道确定等一系列重大科技难关,经受住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考验。 1997年远望2号船在执行风云2号卫星任务时,首次以国际航天界公认的高难度测控新技术、滋章连控出色的完成任务。 这种姿态和张栋、联合控制方法,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。 资章连控填补了国内空白,标志着中国海上测控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 当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中时,危险降临。 记得那是1997年,我岁远而出外执行任务,在经过玛利亚那海沟的时候,我们船被三个台风前后夹击,上下颠簸十几米,左右摇摆23度。 全船到处能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,很多人心里都没了底,有的人甚至悄悄写下了遗书。 后来,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奋斗,我们船终于实力了危险海域。 41年追星缆舰,倒海探天,远而二号船肩负使命,开创了中国远洋航天测控室的多个先河。 1980年5月,我国首枚远程运船火箭全程实验,这是远往一号、二号船的首航任务。 当时,海军的16艘船、4架直升机,共同奔赴南太平洋。 两艘船船即时捕获目标,远往完成了全虎弹的跟踪测量,并准确地引导直升机收捕数据舱。 我们仅用14分钟就完成了打捞工作。 这次论务实现了我国海上测控,从无到有的跨越。 远往二号船,自1977年,建成下船以来,先后35次远征大洋,27次成功停告外国港口。 累计海上作业2812天,安全航行52万余海里。 远往完成了包括远程运载火箭、风云、白斗、神舟、嫦娥等大型国家科研试验任务。 开创了我国远洋航天策控事业的许多先河,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快速发展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是名副其实的工薰车粮船。 作为远往二号船,智慧任船长,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